欢迎收看7月13号的新主播点新闻 大家晚上好,我是舒恩 国会下议院今天以111张支持票和109张反对票 通过策划下议院议长丹斯里默哈默阿里夫的动议 在动议通过后,副议长尼可敏也宣布辞职 随着下议院通过悬空下议院议长职 首相丹斯里穆尤丁向下议院提成动议 提名选委会前主席纳特阿兹哈为新任议长 而纳特斯里阿兹里纳则出任副议长 另外,带大家关注沙拉越的冠病疫情进展 明都鲁现在有一宗确诊病例 导致沙拉越的累计确诊病例达580宗 不过这个新增确诊病例属于输入性病例 所以明都鲁还算是绿区 这名59岁的确诊患者为印尼人 他是游船LNG Jupiter的船员 当游船在7月3号进入新加坡海域时 他上吐下泻以及有发烧 呼吸困难和头痛的症状 当下也接受了治疗 不过没进行冠病检测 直到本月11号 游船靠近明都鲁海域时 他的呼吸困难症状日益严重 所以船长便向明都鲁港口发出了求助的信息 让船员接受进一步治疗 男子在12号通过RTPCR的检测后 化验报告结果呈养性 另一方面 沙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 沙政府已经做好准备 面对第二波的疫情 而明天将宣布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是否复刻 换个看点 一对夫妇前往游站 添好游等亲友上车时 一名一般季男子突然打开车门 坐进了车里面 然后大喊有人要杀我 那对夫妇听了后 吓了一跳赶快下车 而男子马上就开走了他们的汽车 这起抢车案是昨天早上9点多 在诗乌的东姑·Abdurrahman路 巴里一家游站发生 嫌犯驾走交车后 前往诗乌明都鲁路方向逃走 一路开往斯大班地区 嫌犯把车停在斯大班巴萨附近的路边 被民众认出后通知警方 而斯大班警方马上派员到场 当时嫌犯见到警察出现还企图开车跑 但是车子无法启动 他唯有汽车逃跑 当他逃到河边 发现前方已经没有去路 但眼见后面还有很多警察追上来 他竟然不顾危险跳进河里面 不久后嫌犯被附近的居民救起来 并交给警方处理 附近其中一个标志性的地标 Fort Margareta 关闭40天后 今天重新开放 并展出一个和沙拉越早期划船比赛 Sarawatt Regatta有关的新古物 那就是一只拥有120年历史 给人观赏的木匠 据了解 这只木匠是1900年代 由本地领袖赠送给沙拉越 最后一位拉扰 Anthony Brook的礼物 这只船匠大概一米长 重量少于2公斤 是由岩木制造而成 而船匠的表面 雕有富有本地土著文化的精美花纹 目前部落客博物馆管理层 对这只船匠的历史背景 资料还是掌握不多 不过他们将会尽力挖掘 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 把沙拉越划船比赛这段佳话记录下来 以上是今天的终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现在要去新竹博市了 Let's go 6点后了 我们现在要去新竹博市了 我卡了 诶是吗 我刚才是哪个卡到 古镜其中一个地标性 标志性 标志性地标 捏捏捏捏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要断与几个 是吧 第三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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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